大家好, 大家好, 格仔, 文傑, 大眼 今天我們就要討論黃之鋒屈服於連登仔手上 代他的同事作出道歉 還有一個叫周小龍的人 開銅裝, 無情情彈出來, 究竟為了什麼事? 還有特朗普簽署了新疆人權民主法案 有關於中國事務 還有一批人向澳洲申請這個庇護 究竟成不成功呢? 待會一起討論 首先, 記得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我們新潮民的頻道 記得訂閱的時候, 按鈴鐺, 有第一手的消息, 你們就會知道 好了, 節目正式開始 首先, 黃之鋒屈服於連登仔手上 他連肥佬黎之前決裂了 都是肥佬黎 都未道歉 你想想, 肥佬黎是美國在香港代理人的總指揮 基本上都是, 應該資金就在他手上 連黃之鋒都敢得罪這個老闆 都未向他道歉 竟然, 向連登仔首先屈服了 沒錯 零得罪小人, 就沒有得罪連登 就算得罪了, 全世界都不可以得罪連登 對, 他們說是很大溫暈的 對, 亦都是在這件事件中見得到的 因為, 我們相信 連登就是這個 黃之鋒的 絕對忠實粉絲的來源 其實是一些票倉 沒錯, 選舉票倉 所以, 黃之鋒絕對不敢得罪連登仔 雖然連登仔 亦都說了 不是很接受他的道歉 亦都是說 你不需要代替那個姓奧, 奧卓軒 奧卓軒 再說話 其實做些什麼事呢 我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有一天, 奧卓軒發表了一件事 就是在射射連登友 那又怎樣吐, 就說 你這群連登仔 你們所貢獻的東西 其實都不讓我多 我一個人貢獻的東西, 讓你們整群連登的生生世世代代代都多 為之多 加起來的生生世世代代代 都為之多 就得罪了連登仔 其實這傢伙做什麼呢 我是這次事件才認識他 據黃之鋒所說 他就是幫黃之鋒寫那些廣稿 連去美國的廣稿都是他寫的 會不會是拿穩資源那些呢 都是他幫忙 所以他就可以踩那些連登仔 要搞政治, 要搞這麼大件事, 還要搞這麼多年 是需要資金才能運行 會不會他就是資金來源的其中一個 終端分子呢 都極有可能 所以黃之鋒就保住他 無論如何都要保住他 否則他不是一個中堅分子去取資源的中堅分子 是沒有那麼大口氣的 這件事就是這樣 還有那個 一個開銅裝店Chikita 一個叫做周小郎 即是他們的老闆 竟然在自己的店舖裏面 放了一個暴徒的數像 在裏面 其實這件事 業主 租給他的業主 已經叫他 很快清拆了 因為有港獨旗在裏面 其實呢 當國安法實施的話 其實他已經是立刻違反國安法 那為什麼他要這樣做呢 很明顯 周小龍現在就說呢 他有機會極大可能是出來選這個立法會選舉 所以呢 其實 做一切的事務都是 為了什麼呢 為選票 都是為了選票 黃之鋒他們也是這樣 泛民派 攬炒派 玩屎派 所有的人也是這樣 這個原本是直直無名無名無名無姓的周小龍也是這樣 沒錯 怎麼會無緣無故做這麼反智的事呢 他呢 做生意的嘛 沒錯 重要的東西全部都在中國的 還要是在中國內地有很多分店的 這件事出了之後不用半天而已 不用半天 就被我們的很多籃形的一份子就全部都扔掉微信 微博那些東西 全部都扔掉過去 風傳啦 半天之內呢 他在天貓的 網店 就已經被下降了 然後就陸陸陸陸續續 基本上所有網店大大小小都不見這個出擊的了 這樣就該死吧 沒錯,你吃中國人的飯,你賺中國人的錢 然後你就在那裡反中國 所以他也是神經失常 還是他很聰明呢? 你知道現在的生意難做 他就想把心一橫 就借這件事,結束生意 就去投身政界 那麼遣散不用賠款 都算聰明了吧 可能是,你倒閉 極有機會是這樣的 我們再說一下 有一班人,好像遺數有六七十人 就是向澳洲申請政治庇護 申請的時間由十一月到現在 他們這六七十人裡面 其實好像批准的人不多 有很大部分人被拒絕了 被拒絕的為什麼呢? 說真的,你澳洲應該做一個榜樣 和全世界做一個榜樣 你是那些什麼眼聯盟的朋友 對不對? 你應該全面接收他們 然後呢 你應該是五眼聯盟分子 對 等他們呢 這些所謂年輕人 大家那麼多個國家都那麼欣賞他們 對,還有澳洲很多地方要開發 對,沒錯 礦工沒有什麼人做 蓋造,農場 我們以前是澳洲生活過 都知道澳洲的荒蕪 對,沒錯 這個五眼聯盟 你們絕對有責任要接收這班人 是應該要接收的 你們才可以給他們信心 繼續移民 我們其實都很支持他們移民 我們三位都很支持他們移民 我們非常支持 我們非常支持 還我們一個安寧的社會 沒錯 所以其實澳洲是不應該去不接收他們的 甚至乎其他國家 什麼英美澳加這些 還有什麼紐西蘭這些 幾眼聯盟那些 全部都應該全數接收他們 例如加拿大那些可以接收他們 去剷雪 請他們全家移民 一起去剷 沒錯 但好像五眼聯盟裡面 新西蘭就比較靜一點 據我所知 沒有什麼發表過強硬的聲明 可能經濟不太好 都就著說 需要我們華人去振興 都就著的 不要緊,不過台灣 蔡英文好像生了後門 那當然不奇怪 因為大佬知道你們整群人都搞事 如果有一天 當我們有國安法成立之後 這件事就不能再玩了 那如果變相那邊暴徒 去了台灣 令起牢骚 是搞他轉頭 他不怕 住住一下 手痕 又拿些東西扔一下 是啊 你不夠錢 那怎麼辦 就問政府拿 政府又不給了 又出街 在今次疫情裡面 台灣出了一則新聞 就說 全部的國家地區 就派多少錢 派多少錢 誰知道台灣是怎樣 每個國家都派多少錢 那台灣是怎樣 台灣是徵收費用 哦 反而是這樣 徵收費用 多嚴重 所以台灣真的很美好 你們要去就快點去 我們不阻止你們 這幾十年聯盟 就應該全部接收他們 就讓我們舒舒服服的好好地 好嗎 還有就是特朗普 簽署了新疆人權法案 沒錯 那個全名叫做維吾爾族人的人權法 人權政策法 就要制裁中國的官員 特朗普又在這裡 在這裡干涉我們中國的內部事務 其實這件事是做些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再教育營 說不知什麼 有光泛人權 有這樣 他就說我們的再教育營 就十足十個這樣的集中營 就打壓那些異見分子 這樣說的 那其實再教育營是些什麼一回事呢 其實再教育營 大家可以在YouTube那裏找一下 不過如果在YouTube被人查了的話 不要緊去百度那裏找 其實有片段的 有片段去做這些特輯專訪出來的 那這個再教育營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其實新疆那裏 有很多人有受到很多宗教的分討 還有他們的知識水平 他們穩性的技能都是很低 那低的時候做些什麼 有時候可能做些違法事情 打人、搶掠等等 那這個再教育營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離開了學校之後 就來到我們這個再教育的地方 這個又不是一個正規的學校 那就叫做教育營 然後這個教育營 你又不可以就這樣說叫教育營 因為其實他們已經是出過去社會做事了 就叫做再教育營 裡面教什麼教道德 教法例法制等等 教他們謀生的技能 可能教他們目蓄的技能等等 其實有專訪是說過這些維吾爾族人等等 是究竟進去是為了什麼呢 等等 他們都是說為了生活好些 是為了學得更多的東西 我們不懂很多東西 原來這樣賺食是方便很多的 我們是為了生活好些 才是自願性去進入這個再教育營 美國一貫都是採取這個老屈政策 其實明明就是幫助他們 再謀生 等到他們不需要有這個誇代貧窮的問題 你也知道一代窮的時候 又會領養到另外一代 還有為什麼都自安問題 現在中央的決策都是 首先是要滅貧 扶貧 扶貧 滅貧 的攻堅重點 為什麼可以將一個這麼有意義的 一個活動 一個教育營 扭曲 其實同出一切 跟香港的情況一樣 以前我們可能不會這麼相信這回事 但是 香港的市民經過這一年的事件發生之後 其實都看到外國是怎樣冤枉我們 沒錯 其實手法一樣 說完這個再教育營 我想起一件事 就是說香港這邊 香港這邊 其實失業率 是 很多人害怕的 政府公佈了 5月至9月的失業率 是5.9% 我也有個奇怪 奇怪 都繼續上網資料找一找 我看到湯文黎教授的一個文章 湯文黎博士的一篇文章 跟我所思考的想法一樣 是什麼事情 就是說 為什麼要公佈3月至5月 而不是公佈5月呢 他之前都說是公佈3月份 4月份 這樣 的失業數字 是 應該是20年以來最高 是啊 比SARS還大 更大 所以 第一件事 就是說政府其實不想太多人擔心 那麼失業的問題 我們說出來也不是要恐嚇大家 只是告訴大家 如果我們的黑暴不再停止的話 大家是很難很難找到工作 很難很難找食的了 即使開關也好 大家覺得中國的遊客 會夠膽來香港嗎 遭受到歧視 遭受到別人打壓 又說不做他生意 你去旅行去的更不開心的話 你會不會再去旅行呢 你給我也不會 沒錯 所以就是說 如果大家要保住自己飯碗的話 其實是要拒絕黑暴 和黑暴說不 沒錯 一定是這樣的 那麼好了 我們今天說的話差不多了 在臨結束之前 再次呼籲 就是 我們接下來可能會有一個 新的頻道 就是後備 因為我們現在 就受著這個 投訴 以及一些 對家的打壓 那麼可能 有一天突然間 會不見到新潮民的頻道 所以我們現在 就開一個新的後備頻道 就叫做新潮民2.0 請大家 去訂閱那個頻道 兩個頻道都訂閱 兩個頻道都訂閱 做一個後備 供我們之用 還有我們的網聚 對嗎 網聚 那電話多少號 66229400 想參加網聚的朋友 記住 在 加上Whatsapp 就留下一些個人的資料 這樣一切資料 絕對保密 那麼我們的網聚會 就快開始了 是的 那麼好了 一有最新的資訊 立刻Whatsapp大家 好 那今天就這麼多 下次再見 拜拜